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有過病痛莫名出現 原因卻摸不著頭緒的情況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罪魁禍首可能就在你身邊喔 三位藝人的身邊 又潛藏著什麼危機呢 有時候害你莫名受傷的兇手 常常出乎意料之外 你有想過其實 致病的兇手一直藏在你身邊 尤其是你最親近的人 沒撲 假撲 結果越搞越糟糕 對 你稍微不注意的話 那個災難都會找到你 我們來看看 身體莫名受傷 疼痛 當心致命凶器藏身邊 我分享一個個案 其實是一個60歲左右的老太太 其實她就是差不多十幾年前 肚子就慢慢怪怪的 不太舒服 當時其實她以前 裝個避孕器 可是避孕器她肚子痛去找的時候 超音波看也找不到 那時候醫師的解讀說 反正超音波也看不到 那是不是可能就留掉了 不見了就算了 她也想說算了 反正停經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肚子偶爾就隱隱約約 怪怪的 差不多多了十來年 她有60歲 那為什麼又來看我的門診呢 因為她的孫女快要生了 因為這個很早就懷孕了 她孫女快要來生 然後她的女兒陪孫女來看的時候 看更年期問題 就順便問一下 我媽那個避孕器掉了 會不會真的掉了 我說那來檢查看看 才會知道 然後來的時候問一問 她說她其實肚子痛 痛非常久 但這種痛 隱隱作痛又談不上大事情 那抱怨久老公早就不理她 跟兒女抱怨也怪怪的 所以久而久之就算了 偶爾真的不舒服才吃個藥 可是這一次為什麼 她女兒特別帶她來 因為她多了一個症狀 她說她最近怪怪的 大便會出血 大便會出血 其實那個比較早以前 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便出血第一個想是直腸癌 那我第一個也是說 你要不要先去做 大直腸的一個檢查 可是她說我先來做這邊的檢查 反正就 你知道現在看病常常會團舟 就是白女兒來參見 我們就一起來 我們就一起來 媽媽就一起來 那我們先看了一下 真的沒有 有跟極視影一樣有Fast Pass 可以早點進來看 對 有Fast Pass 然後我一看 這個怪怪的 因為我覺得 我們看超音波子宮早 萎縮得不得了 可是在那個子宮後面 就一小坨東西 怪怪的 超音波真的看不到什麼避孕器 好險她那時候還在醫院 就照個X光 就一個避孕器的形狀 避孕器那時候早期 是有金屬的成分 其實看得到亮亮的點 那個位置就在子宮後側 像這種 跟一般照X光不一樣 我們一般X光是照一個平面 平面只能看到在這裡 它加照一個側面 這樣才有立地看 才知道 怎麼再後面一點點 我們就內視鏡進去看 內視鏡進去看 果然一個腸子 那腸子把那個避孕器 整個包起來 包起來 我們在牽扯的時候 像這種我們本來想說 撥開 撥開 避孕器一扯就可以了 結果準備要扯的時候 發現它 直腸裡面 所以它的便血是這樣來 好險這一台早有預謀 就跟職場外科早就商量好 直接來 兄弟要照一下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我可不可以拔 就在它旁邊 他說你拔 拔起來 他說這個洞很小 不用縫 觀察一下 放著就好 就要空腹個一天 我們放著就好 這個後來開完以後 它真的疼痛就好很多 這故事告訴我們 第一個 避孕器是會迷路的 避孕器往下掉 但是也有人掉出來 對不對 往下掉了很多 但是跑到別的地方也會有 第二個 避孕器跑出去 你不要認為 所有的東西都一定有症狀 叫人出去 不是包起來會發炎嗎 發炎變成類似附膜炎 大家都知道 附膜炎應該很痛 整個 你們節目講那麼多 附膜炎會肚子像木板一樣 它發燒 怎麼會沒症狀 發炎不一定都有症狀 就跟外面 不一定有預兆性 因為兩字都是症狀 對 拜拜 所以它症狀 這樣形容對嗎 所以這個包起來 它是一種叫慢性發炎 我們所謂的發炎 甚至農陽 有時候有一種叫忍農陽 什麼叫忍農陽 不是忍動農陽 因為有的農陽包在裡面 它的細菌 白雪球都在這裡 所以它只有 脹脹怪怪的痛 它並不會發燒 如果細菌整個跑出去 到身體裡面的時候 才會變成所謂發燒型的 附膜炎型的農陽 之前有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它就跑到我門診來 它這個手臂的地方 就快紅腫 他來的時候就跟我說 醫生 我蜂窩進行組織園 幼飯 想要拿抗生素 我就想說什麼叫做幼飯 我說你的幼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幾個月 每次吃抗生素 有時候好很快 有時候好很快 他都習慣 他就直接跟我講抗生素 而且還跟我直接說 他要吃某個常排的 就是要吃那種抗生素 因為他已經 這三次都這樣 這第四次 我是有開給他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是有糖尿病 不然怎麼會 這麼年輕的時候 我一直紅腫 我說他沒有糖尿病 他就也沒有疹療病 平常也都很健康 很正常 我就覺得很怪 我還真的幫他再驗一次血糖 就真的沒事 我就問他你有沒有抽菸 有沒有幹嘛 都沒有 生活習慣還滿好的 我就開給他吃 結果這次就很不幸 開了吃 要吃第三天 第四天 他就跑回來 這次沒有消 裡面還畫 還畫 我就後來我幫他照一張椅子 結果照的時候 就發現裡面隱隱約約有一個 很小 很淡淡的椅子 在裡面 我就跟他講說 不大對 好像裡面有異物 我說不過你這個本來就很濃 本來就要去開大房清窗了 不然我們就進去開大房清窗 我順便幫你看一下 我就打了很多麻藥進去清 就很濃化掉在那邊 我用那個引流管一直吸… 再夾出一塊 很細很長 沒有很細 很細 但是沒有很長 就大概這樣子 就卡在他的肉裡面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是最近有受過傷是不是 他就開始想你知道嗎 其實真的有 他說他有一次在家裡面 到喝水了 那個茶杯掉下去 掉下去的時候他又很倒楣 但因為他急著要去把他 反正還沒掉下去 他其實在空中想要把他撈住 結果沒撈到他人也倒下去 所以茶杯也破了 他人也趴下去了 對 可是那時候手上就有一些 小小的撕裂傷 他就這樣騎一騎 騎一騎著其實也都還好 可能就跑進去了 對 有一個就跑進去 但是沒有什麼傷口 他只覺得有點痛痛的 後來就沒理他 後來就在原來那個地方 反反覆覆的蜂窩性主持人發炎 也是還好 後來拿掉之後 就再也沒有發作了 還有一個病人 他就比較慘了 他40幾歲 所以他就跑去胃腸肝膽科 所以要做胃鏡 那我們聽起來覺得很怪 奇怪 這是哪一個症狀 什麼是吃東西在這邊在痛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他死到長東西 想說一定要做個胃鏡 去給他看一下 結果一排 現在胃鏡你都知道 因為健保的關係 大家很喜歡做胃鏡 一排都是要排兩三個禮拜之後 就排很久 就排 就排到第三天 他病人就跑到急診室去了 發高燒 胸口很痛 他說在急診室 就給他切個電腦算成 結果他綜合腔這個地方 就一個大膿包在這邊 對啊 所以後來我們就趕快找胸腸外科 他打傷的時候 打幾天都沒有好 後來只好開刀 進去做眼瘤手術 結果開刀的時候 竟然在那個膿包裡面 吸出一塊類似骨頭的東西 對 就變成綜合腔的感染很麻煩 這個病人是後來在醫院裡面 住了兩個多月 他才可以正常吃東西 後來他再去回想說 怎麼會有這個小骨頭在裡面 他想到說 他這個不舒服的前幾天有沒有 他吃那個鹽酥雞 鹽酥雞一般你咬到小骨頭 你會怎樣 有可能會吐掉 可能是多咬幾下把它吞進去 對 他就是處於多咬幾下 把它吞進去的那一塊 因為有的可能炸得很酥 炸得很酥 他就給你多咬幾次 就給你吞進去 就吞進去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像有點卡到 他就趕快喝水 喝水之後好像沒什麼感覺了 但事實上其實 其實他食道已經被划傷了 其實好像已經被划傷了 而且有一點那個小碎骨頭 已經卡在那個食道 就是有點穿過去 像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一個70歲的阿伯 他就是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幫阿伯進步 但是老人家 那個牙齒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都想說 那沒關係 那我給他吃比較少刺的 少骨頭的東西 所以就燉魚湯給他喝了 可是魚湯裡面其實有些刺 像虱目魚 它就很多細刺 它這種細刺的話其實 因為老人家 牠沒有牙齒就會呼倫吞 腳會把牠吞進去 結果這個阿伯好死不死 牠那個魚刺稍微大一點 所以牠就邊喝醋 邊吃飯 然後這個魚刺原本是在喉嚨這邊 慢慢慢慢一直往食道 一直往下化 結果說牠的食道 就變化開一個洞 化開這個洞就很麻煩 因為如果說你是一開始 一開始化開了 旁邊沒有很明顯的濃的時候 這個還可以做修補 但是如果說牠整個化開 然後裡面都是農袍 到胸腔裡面來 那個就要做食道的重建 基本上病人大概就要 六個月不能吃東西 除了老人要注意以外 小朋友其實也要很小心 因為小朋友在 一到二歲的時候有一個 他其實基本上看到什麼東西 就往口嘴巴塞 他就一直塞一直塞 咬手指頭 這是小事情 基本上就是 如果遇到一個案例 就是小朋友就拿一個玩具 那個玩具剛好是有裝水銀電池 他就把這個玩具 因為本來會動 所以他會往裡面塞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水銀電池後來掉出來 他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把它塞進去了 然後那個爸爸去看那個電池的時候 發現這個玩具不會動 他覺得很奇怪 就問寶寶說 電池在哪裡… 寶寶就 沒有 他也不會講話 他就 黑了 在這裡 好 爸爸媽媽比小朋友更緊張 所以他就馬上把他送來接受 對啊 因為那個水銀電池 有分好的跟不好的 但是不好的時候 他外面的包覆沒那麼好的時候 然後小朋友會拱中毒 對 所以這是比較討厭的一點 如果說有的人很幸運 像這個小朋友他很幸運 他就是一天之後他就 隨著那個人就拉出來 這個時候他們就說 這是我看到小朋友 大便最快樂的時候 之前有碰到一個 五十幾歲的阿妮姬 然後送來急診的時候 他原因是什麼就是開始 胡言亂語 很躁動 很激動 壓不住他 很壯 第一個反應說剛剛是不是有喝多了 還是怎麼樣 他說他每天都喝很多 剛剛其實沒有特別喝 就是突然家屬就覺得最近 個性上有點改變 然後今天就很躁動很躁動 好 那我們來到這邊 大概就是因為一個即興戰望 我們就會第一個抽血 第二個可能做個腦部掃瞄 看看會不會說腦部 是不是中風 撞到 或者出血等等那一些 抽血 白血球OK 可是我們看到是什麼 一個四乙虹性的白血球比較高 而且那時候通常教課是不是講說 這種白血球比較高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 寄生蟲 OK 然後我們做了電腦斷層 沒有出血沒怎麼樣 可是腦部裡面就看到很多 小小小圓圓的概化點 然後收出了之後 我們做了一個核磁共振 再看一下 再配合他的病史 因為他家屬說他很喜歡吃 烤豬肉 到底有沒有烤熟呢 不知道 後來我們很幸運的 在他的大便裡面找到蟲卵 就真相大白了 他腦部那些東西就是一些寄生蟲 就是豬肉掃蟲 真的是叫豬肉掃蟲 而且長在腦部上面蓋化掉 所以造成他類似一種 戰望跟癲癇的症狀發生 陳鴻醫師講的那個掃蟲 比較不常跑到腦 最常跑到腦裡是一種叫做 公僵蟲 公僵蟲是在什麼食物裡面 不是在食物裡面 因為一般它是以動物為數 像那個貓啊 貓貓狗狗 狗啊 他們大便裡面都有 所以養小貓物的人 對… 所以有些時候知道嗎 之前就有一隻 很瘋狂的老鼠 牠敢去找貓打架 後來人家把牠看出來 牠是因為公僵蟲 跑到那個老鼠的腦袋裡面 去找人家行為大便 跑去撐貓場下 這個是真的 所以回去找貓打架的老鼠 都是有問題的 對 改變牠的行為了 牠就變成不怕貓了 很奇怪 後來人家腦袋有動的時候 要趕快去檢查 對 檢查一下你們計算床 你怕人家腦袋有動 牠罵你毀謗 就說不是 我是關心你 怕你被人家毀謀 可是像你這個 在身上可以吃著掉下來 那跑到哪兒怎麼拿出來 沒辦法 沒有 沒辦法 大部分吃藥 大部分吃藥可以 吃藥就可以排蟲 對 腦袋的 可是蓋化 蓋化點就沒辦法 蓋化點就沒辦法 蓋化點沒關係啊 對啊 沒關係 不管是要死掉了 被包覆起來 對啊 可是那牠就情緒上 就會一直維持那個狀態 對 會比較 對 除非那個蓋化點 剛好你講牠神經的一些傳導 或怎麼樣才需要 就跟那些老鼠一樣啊 就跟貓打架就好 有些病變是可逆的跟不可逆 這有差啦 其實講到剛剛幾個病 都跟我們婦產科有接觸過 剛剛那個TUXO 就是工薑蟲 工薑蟲現在也列入 產檢的初期懷孕的選項 因為現在養貓養寵物的人多 牠的確是在貓狗身上 比較容易出現 如果有的話 又媽媽在初期懷孕 牠剛好體內有感染的時候 有時候會影響 寶寶的腦子發育 所以現在的產檢 也列入一個項目 因為我以前在桃園工作 桃園我記得那時候的舊市區 有一個地方很熱鬧 那是早期很熱鬧 但中間就有一塊地 旁邊都是你看 就是有點像我們商業大樓一堆 就中間一塊空起來 那我路過的時候說 為什麼這一塊都沒有人弄 他就偷偷跟我講說十幾年前的秘密 因為之前有一個大型的 非常有名的醬油廠商 他的老闆 他很喜歡吃蝸牛 對 蝸牛他做很多的料理方式 因為他喜歡吃蝸牛 一家之長全家人都跟著吃 但是有一次在一次的分享之後 結果全家莫名其妙的發燒 暈厥掉 結果原來是腦末炎 原來蝸牛裡面 就有廣東鑄血溪蟲 這種血腺蟲這種東西 所以那時候他們全家九個人走掉兩個 另外有七個也是很嚴重住院很久 還是產生一些併發症 所以從此他們那個周處 已經就稍微陰沉陰沉 沒人敢去 大概隔了15年才重新打掉 全部再做其他的開發 其實光這個血腺蟲 在台灣造成死亡 我看疾管局的紀錄 已經造成15個人死亡 不是疾病 15個死亡 我是剛好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來看腳 然後我說腳痛 一般腳痛 我說你腳痛應該去看骨科 或腹腱科怎麼來看皮膚科 他說不是 我腳底很痛 他說又紅又腫一個點 我想可能蜂蜜組織也 那腳就叫他抬起來一看 抬起來一看 我就說你腳這裡怎麼有一個 一條紅紅的 仔細一看 我說你有最近有用衛生塊或是什麼嗎 他說沒有 而且沒有人用腳吃飯的 所以應該不太可能 他仔細用我們的皮靜放大一下 臥室一根頭髮 三公分的頭髮在這個地方 回想一下 對 我前幾天有修瀏海 那頭髮短短的時候兩三公分 其實它的硬度跟穿刺度 是很容易跑到我們的皮膚的角質層 然後我們的腳皮很厚 有時候進去出不來 所以無獨有偶的 剛好前幾天 有一位王姓的女明星 她在她的IG也分享一張 她的頭髮就像橫橫的躺進去 出不來 出不來怎麼辦 你挖也不是 摳也不是 他就是出不來 但是他有時候很衰 他可能還伴隨一些細菌 所以就有可能蜂窩性阻殖炎 我今天在講危險整邊人 像我老婆 我印象很深刻是 過年前我老婆要出國 然後出國你知道嗎 有小孩之後 老婆要出國那五天 因為她要帶著小孩出去 你知道那五天真的是 這種故事 但是想說 小事出獄了 對 就在想說 第一天要幹嘛 第二天要幹嘛 第三天要幹嘛 然後我就在我群組說 我老婆接下來要出國五天 我接下來五天是free的 你要打球 要幹嘛什麼都可以約 然後因為我老婆出國前一天 OK 因為他要整理行李 他就在家裡 然後我那天錄完影 我就跟老婆說 我要晚點回家 我要去朋友家裡拿東西 拿什麼東西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朋友 因為知道我老婆要出國 他怕我那五天會很無聊 所以他送了一台電動麻將左右 電動麻將要四五萬塊 三四萬塊 然後我就去搬 但是我在時間的壓迫之下 我沒有空去找貨車 我就開著我的車去搬 然後我的朋友很好 他就陪著我一起搬電動麻將車 搬到樓下 搬到一樓的時候跟著我一起 搬上我的車 那個油夠重 應該有四五十公斤油 而且他那底座好重 我不知道那麼重 人家是來組裝的 對 可是我沒有 我不會組裝 所以我也不敢拆 拆了以後回到家 這五天來沒有用到 然後他又沒辦法組裝 就浪費掉 所以我就原裝的這樣搬上去 可是開到我家的時候 我不能把它搬到我家 搬到我家的時候 我老婆會知道 我搬了一台這個東西回來 然後那是在時間壓迫之下 然後我又很害怕說 我老婆會突然出來 會看到我的車子 然後我就車子停好之後 我就車廂打開 我自己搬一台電動麻將桌 那個人的腎上線 一起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這牛 那個牛也都搬得下來 好得到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OK 老師以前有教過說 搬東西不能用腰 不能用手 要用大腿 然後那時候我就這樣子拖出來 拖出來之後 因為它的底座很沉 它一過重量的時候 它就整個往下沉 一往下沉我就這樣 撐住腰就不行 對 撐住以後 然後這樣推… 然後我就把它推到 我的管理員那邊去 管理師在那邊去 然後我想說太好了 然後我就跟群組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 明天早上八點集合 我老婆九點飛機 六點多就走了 我說九點集合這樣 然後我那天晚上睡覺 起床之後 我發現我的腰打不直了 閃到 非常非常痛 痛到是 痛到是有一個角度 是完全不能碰到 一碰到以後 就真的非常痛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朋友來了嘛 繼續打… 我們本來想說 要打到晚上十一二點 可是打到下午三點的時候 我說真的不行 坐不住了吧 因為坐也痛 站也痛 吞東西也痛 然後我就說對不起 我要去急診了 就解散了 我那天還賠了兩千多塊 一定是贏錢 我只會兩千多塊 然後我就去急診 醫生就說先去照X光 照完X光之後去看 他說我的骨頭的 就是腰椎這個地方 不知道第一節 跑掉了 裂掉了 四五吧 四五啦 通常都是四五 通常是四五 對 應該是四五 好像是四來四五 追功啦 追功 裂掉了 然後他說我最近有搬什麼東西嗎 我說我搬馬上桌 很尷尬 我說你搬馬上桌 我說你們幾個人搬 我說我一個人搬 我說你一個人搬 他說你一個人搬的話 只有裂這樣算運氣很好 沒有斷還不錯 對 然後照出來我說骨裂 我說那骨裂 那以後怎麼辦 他說你現在很年輕 你有肌肉可以撐住 你的痛還不會那麼痛 他說你老了以後會很嚴重 我老了怎麼辦 他說老了以後就來打鋼丁就好了 我說那我可以現在打嗎 他說你要打也可以 對 所以就 對 陪了夫人又折兵 結果你打鋼丁 我沒有打 我沒有打 所以我現在很痛 所以我現在做都要這樣做 不是耍帥喔 是真的這口感 沒有 我知道了嗎 你真的要把它看好 不然 真的越來越... 現在還沒有打 現在還沒有打 沒關係 因為麻將桌 現在已經在別人家了 打完就送走了 只打一天喔 只打一天啊 他應該很順那張麻將 臭吧 我不會發現啊 我曾經在門診 有一個大學生媽媽來 媽媽帶過來就診 20歲大學生 他說他最近耳朵一直很痛 可是問起來沒有任何感冒的症狀 可是耳朵就不舒服 已經兩三個禮拜了 他說只要嘴巴一張開 耳朵就痛 這個連帶關係覺得蠻奇怪的 我就檢查一下 看一看 好像真的沒有任何感冒的症狀 喉嚨也都正常 用耳鏡魚去照的話 你就會看到它的外耳道是紅腫的 外耳道就是我們的 耳闊到耳膜之間的外耳道 它耳膜還正常沒有踢水 而且外耳道濕濕的 種種的 我就問他說 你是有受了什麼傷 你一拉又非常的疼痛 就外耳道發炎 那你有去游泳嗎 還是有去挖耳朵 挖得太用力 他想想都沒有 媽媽就說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兇手是什麼 他每天都一直戴著耳機 因為他最近不單是去補習班 再上一個視訊課程 再聽耳機 看視訊 回到家耳機都不停下來的 看手機 聽音樂 打電動 一天可能戴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就戴著戴就睡著了 其實這個接觸 造就一個很濕潤的一個環境 就是細菌容易滯長 就當你耳朵就慢慢的發炎 反反復復 反反復復 他現在還屬於中度的 所以我們用一個耳滴劑 一些止痛藥給他滴 給他吃就會好了 我就跟他說 你要用外照式的 如果必須要去上課 用外照式的 還要做定期的清潔 才不會把這個外耳道 發炎越弄越嚴重這樣子 周遭一個長輩 他就很重聽 你說為什麼會重聽 他就很久不講 終於有一天他心情好大地講說 他說有一天他在挖耳朵這樣 這樣挖 他就覺得如果放掉會不會怎麼樣 他就把他放掉結果就砰 摸破掉了 所以他現在就中聽 這絕對不是編出來的 身體出現異常 竟是身邊人惹得過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是五十五六歲左右 其實更年期很久了 可是他這一次 這兩個禮拜 特別女兒陪他來看 應該說我母親 最近真的是壓力太大 他覺得是壓力大 可是典型是像更年期的 就是熱潮 失眠 情緒的不舒服 聽起來滿典型的 更年期的症狀 那我們就問了一下 那我就給一點藥 兩個禮拜以後再回診 但是我通常兩個禮拜回診之後 看剛開始給藥 到底有沒有比較改善 他旁邊跟了一個男生進來 一看就知道是 應該不是蛇癌就咽喉癌 我問了一下後來是蛇癌 蛇癌開刀 所以這邊整個都開掉 就是很瘦 因為蛇癌開完 大概飲食也很差 整個非常瘦 後來他女兒私下跟我講 那是他爸爸 原來爸爸得了蛇癌末期 那一些化療治療 其實還滿需要家人照顧的 已經經了一年多了 最近狀況又不是很好 可是那天他父親還特別在 先生還特別陪他來看 然後又約一個月以後回來 一個月回來 突然好很多了 我心想說應該是我的藥生效了 整個精氣神好很多 結果他女兒就默默的講說 因為爸爸過世了 所以媽媽的壓力就整個減少了 所以他就整個人就好很多了 我記得我intern的時候 手急診 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有一個 男生送了一個女生進來 他好像車禍這個樣子 頭上前面腫了一包 又流鼻血 他說發生什麼事 車禍嗎 他說就受傷了 我說好 那就做基本檢查 檢查看看 他想說你車禍為什麼手腳都 都沒事 只有頭 只有頭 只有流鼻血 後來檢查完 他說沒什麼樣 到底你們剛剛是發生什麼事 他說那個女生在這邊 就一直笑一直笑 男生說就剛剛太激動 想要親他 一個不小心沒有對準 結果頭直接撞過去 撞到剛好就流鼻血 他鼻骨有點歪掉 然後頭再腫了一包 所以剛進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說 另外一個前一陣子碰到一個 也是因為愛著他先生 所以做著一些事情 因為兩夫妻 不用時間來看門診 然後太太是有高血壓 高血壓一些慢性疾病 我們跟他講說 你吃東西要注意 也許吃的鹽吧 你考慮看看用一些健康地納鹽 也許會比較好 他很聽話 他真的用健康地納鹽 因為我們都開慢性疾病廚房 前兩三個月才來一次 有一次換他老公來的時候 他老婆沒陪他來 他老公其實就是小中風 腎功能不是太好 所以我們都會固定 三個月都會放在抽血血 奇怪你這些抽血 為什麼甲利子不斷飆那麼高 最近有怎麼樣嗎 說沒有 還是這樣子吃 那我們下個月再來 就不要看三個月 下個月再來看一下 你甲利子腎功能有沒有什麼變化 那第二次他來的時候 甲利子還是沒有改變 還是越來越高 身功好像有變差 結果這次他來 他旁邊他太太陪著他來 因為他說 他老公身體好像有狀況 他就陪他來 我就看了一下說 我那時候還沒有認出來說 他們是夫妻 然後我想說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生活習慣改變 吃東西有什麼變化 他太太就說 有啊 醫師你不是跟我講說 吃健康地納鹽會比較健康嗎 所以我們就 家裡全部吃健康地納鹽 他請給我 健康地納鹽 他是用甲利子來代替納利子 腎功能不好的病人 其實原始上是不太適合 去吃健康地納鹽 他知道他那個腎功能 一直變壞 原來其實他太太是出於好意 去想要讓他老公的身體比較好 可是因為他沒有注意到那一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意義是什麼 就是真的要看病的時候 就好真的夫妻一起來 真的要改變生活習慣的時候 也許會影響 不是只有單單你一個人是 連全家都會影響到 我這地方分享的一個 他是六十幾歲的 他來的時候其實就是非常高雅的 先生是有陪來 先生更是西裝鼻挺的 他來的時候 太太就自己先說 他睡不好 然後有殘兆症 然後有時候也會心悸手汗等等這些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將軍的太太 先生是中將 海軍的一個中將 所以他其實他都可以去做一些 基本的健康檢查 經濟實力很夠 所以他說他該做的檢查 都檢查過了 但他自己已經先定義 他自己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確實描述症狀 都是自律神經失調這樣 我說那你既然是自律神經失調 你希望我們這地方協助你什麼 他說很簡單 我希望旁邊那位早點走 這樣子 先生還是很正經為座 這個地方 不苟言笑 我走了 所以接下來我想說 你要叫他先離開診間嗎 他說不是 我要叫他走 這樣子 對 他就這樣講 所以你就知道 那夫妻之間那種 緊張的關係這樣 他說因為他自從他開始退休之後 他每一天 他本來的一些社交 他都有限制說 你要幾點鐘出去 幾點鐘回來 然後要買什麼東西都要批 這真的是以前將軍 他們的一個習慣 你要批准這樣之後 上公文這樣子 然後他才去買 他最讓他覺得受不了 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先生會把他踢 會把他踢下床 我說這時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退休之後開始的 也就是說先生在退休之後 我們會發現很多的一些 大概借齡退休 60幾歲到70歲 他們如果在退休之前 他們沒有先做好退休規劃 這種男人造成的 真的很常見會引起整邊人 非常痛苦 我們當然就回到先生說 那你晚上這樣會這樣拳打腳踢 把你太太踢下床 那也是在退休之後發生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先做一些檢查 他先生講說我怎麼可以檢查 我是軍人 我是將軍 我當然是身體很好 很有男人的性 他說你知道嗎 我是中將退伍你知道 我說對啊 中將 我說可是 醫院裡面有很多中將 都躺在那邊 中將 其實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男人看病就輸了 尤其在身心科 那我們當然會婉轉講說 我說那其實現在是因為 你太太睡不好 你干擾到你太太睡不好 所以其實你可能也可以 做一個檢查等等這些 讓你能夠睡好覺這樣子 像我們家裡面 就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 同事的婚禮 因為也是藝人 所以你就想到他請的地方 一定是在台北市裡面 那我們出發的時候 通常帖子都會寫6點29分 或是6點18分 其實按理說 你會吃大概都8點 然後我們那天出門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點晚 已經快要7點 然後我老公就說來得及 可是後來到台北市之後 完全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就一直逛一直逛 從餐廳裡的不能停 到後來附近 想說付停車費的地方 也都沒有位置 然後就一直繞一直繞 我在車上已經很火 可是我們又不能講 因為他在駕駛座 我也不能說 那我先下去 你停好再上 後來就等到他停好 我們上去 就喝最後一個甜湯 然後就上水果 我已經一把火了 你知道嗎 幾點了 那這樣幾點 8點多了 9點多了 可是還是要上去 把紅包送 因為是很好的姊妹套 後來就上去 那我們還是坐下來 坐下來 所以所有的人都看我 我就不講話 我就很火 然後我老公就 一副那個表情就這樣 就坐下來 停他 他也很委屈 他該直到繞半天 我很噁啊 你早早就 對嘛 你就不要這樣說 就不用以下的事情發生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看他 一直看他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 不干我的事 不干我的事 我只是來吃東西而已 然後我越看他的表情 我就越火 我又不能罵他 或者是說都是你 都是你 旁邊的人都一直圍過來 可是後來我就看他 一直瞪他 一直瞪他 我老公還回了 他也瞪我一眼 我更火 我就很生氣的 結果突然我就覺得 怪怪的 那我又說不上來是什麼問題 後來過來我們這一桌的 還有坐在旁邊 你都一直問我說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就泰文出門啊 找不到停車位啊 就這樣啊 沒有怎樣 我以為人家是這樣問我 所以我就不以為意 後來別桌的人經過 也一直問我怎麼了 怎麼了 我心想 有這麼偉大嗎 大家都問我怎麼了 而且你已經在隱藏 怎麼大家看得出來 對 我覺得我很努力 後來我就覺得問的人太多 然後我就看我老公 我老公就 我想說奇怪 我剛剛的臉應該比現在還臭 你為什麼現在有反應 剛剛不是這樣的反應 是 然後我老公就頭一直低著 一直低著 就不敢講話 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知道 我想說好 差不多要走了 我就去上個洗手間 結果我去上完洗手間洗手 所以我一照記一下 天啊 難怪這麼多人問我 我剛剛覺得怪怪 但是我不知道 是我什麼地方不舒服 結果就是眼睛熱熱的 後來我就 就整個是紅的 然後我就問我老公說 你剛剛那樣子的反應 是看到我眼睛紅紅的嗎 他說對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講呢 他說我一講 我以為你鬼上身 不是 他說 你剛剛兇的跟什麼事 我怎麼敢講 講的不是被你罵嗎 然後我就很氣 好 那我們就 就離開那個洗驗現場 我們回家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看你這樣子就爆血管 就是因為你都 不愛運動 以後你就跟著我 每天去運動 還沒罵 他這種 就什麼話都能夠說得出來 好 我老公都夜跑 然後我女兒跟著他夜跑 但我很討厭晚上出去跑 因為會有狗狗 那有時候會踩到狗屎 你就根本看不到 我就不喜歡去 他說那你在公園 坐那個拉單槓 我說為什麼要在公園拉單槓 那遛狗的人很喜歡 晚上把狗帶到公園去 那狗一圍過來 我怎麼辦 有一次我跟我女兒就倒掉 然後狗衝過來 我不知道我是要放手 還是摔下來 你知道 我女兒是哭著這樣 然後我是整個人摔下來 我很怕狗哭了 就咬我們 一咬就臉就完了 我靠臉吃飯的耶 因為他是倒掉你知道嗎 對啊 倒掉完 我以為是烤肉 那時候 然後我就很生氣 不是很怕狗 我只是到那邊這樣 尿尿 尿尿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以後不要 在你晚上出去運動 然後他就說 那你就在家好了 我說那我在家 我就看電視了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他說不行 你一定要拉拉單槓 因為我們常常坐姿不正 所以你要把那個 女生拉單槓不容易 你知道他叫我做什麼事 因為我們家剛好有二樓三樓 他就說 那剛好有樓梯 你如果不出去 你就在那個樓梯這樣搬著 他就叫我這樣子 那個樓梯 你想想看 那個樓梯的縫子有這麼一點點 他就叫我這樣子 我們吊單槓還可以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施力 是 當你這樣子的時候 像攀岩 女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斷指甲 他不敢當極限勇士 他不敢當極限勇士 他不敢當勇士 誇張了吧 然後我就這樣子你知道 妳是最有戀愛嗎 還是 不是 我第一天 第一天我手就脫臼了 我就坐在那邊哭哭的阿葦 脫臼了 這男生都坐不動 他可以 我兒子也可以 就只有我不行 他就說因為我不運動 所以我這樣子就一下子就脫臼 然後我就一直哭 我說我手廢了 他就說好好那你下次不要 不要在樓梯間這樣用 那我就洗衣服 有的時候是我老公去洗 就洗衣機洗 他就說 那下次洗衣服 我們要等那個脫水好了 會馬上曬曬在陽台 他說在等脫水的時候 大概有將近10分鐘時間 你就在陽台那邊坐 我就說那怎麼坐 因為我們那個房子的那個 那叫什麼 漢桿是在 砍在水泥裡面的 他就說那你就在那邊這樣子 至少你可以整一下 你的脊椎這樣晃 他說你這樣子這樣都可以 我就說好 第一天我就這樣做的時候 我想真的不錯 我就這樣來 我想我腳可以踮起來一點點 一點點 斷了 斷了 你知道那個 我的臉就 還好我眼睛閉了 不然我眼球就戳破了 然後我這邊很痛的情況下 我一定會叫就跌下來 一跌下來 我又撞到那個水泥桿 然後我這邊又流血 然後我就很氣 我就在樓上哭 我老公我說你幹嘛 我說你為什麼叫我在樓上 做這種運動 他剛剛就跟我說 你不知道你 你們家好危險 所以你說 這男人是不是才是危險的人 我就懷疑是不是 因為保險提高 他才這樣做 我以前遇過一個個案 那真的是 急診科 那個護理人講給我聽 他心理壓力很大 就是一個七幾歲老人家 男生被送進來 其實就狀況很差的末期 於是一邊急救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希望他不急救 因為常來 突然大老婆出現了 大老婆說救 一定要讓他一直活著 因為這個男的以前花心 20年沒有回來 最後離開小三 就是錢也花完了什麼 才回到我身邊 然後一般人都會覺得 應該原配會把他踢出去 沒有 原配說一直救 就讓他插管 就讓他活著 我要讓他 我這時候覺得 所以從此以後回來 對我太太就更好 我這時候 真的毒的時候那個 所以真的毒是這樣子毒 你知道嗎 你老公還是愛你的 他希望你健康一點 還要活著讓他痛苦 對 好狠喔 老人醫師連筆這個都會抖 對 很恐怖耶 對啊 對 之前我們在急診就有遇到一個案例 其實當然很恐怖 他那個一個先生 他是 他可能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覺得 肌腑痠痛 然後身邊也痠 後面也痠 然後他老婆是在外面 幫人家按摩的 當然很好心嘛 就幫他先生這樣子按一按按 幫他摸到腋下的時候就說 你這邊一顆一顆的 這個就是氣結 按摩師不是常常講說 你這邊有氣結 對 有氣結要怎麼辦 推開 推開 推了二十幾分都推不開 越推越大力 就推到他先生受不了 好痛喔 你不要再推了 就隔了兩個鐘頭之後 整個腫 本來這邊沒有怎麼樣 瞬間被送到急診室去 急診室的醫生就想說 真的看起來很像黑氣你知道嗎 就拿一個吸針這樣輕輕的湊一下 一湊一下 都是鮮血 一直在出來… 他說血壓是還好啦 結果我們就趕快這樣壓著 我們就像那時候在考慮說 要不要去做血管攝影 想說這個人怎麼會 沒事慢慢抱血管 是啊 不過後來因為這個 沒有再持續變大了 然後我們這樣 冰敷了一陣子之後 反而感覺好像也還好 所以後來就是住了 三天四天之後 後來這個血塊就慢慢慢慢 比較消一點點 後來就沒事 不過後來他就再問說 怎麼會這樣 我們就問了他的症狀才知道 原來他太太 我跟你講那個 他其實那時候摸的 這邊不是氣結 他是因為感冒 他這邊淋巴結真的有腫大 所以被他太太摸到 他以為那個是氣結膜 你知道嗎 淋巴結旁邊有很多的小血管 他太太實在按太大力了 把那個血管按破 按摩到之後變成裡面 一個大出血管 我在醫院有一個同事 他的小朋友 一個幼稚園大班的弟弟 有天遇上幼稚園的時候 因為那一陣子 因為幼稚園很多 常病毒的一個案例 所以老師們在門口 把關都很小心 就會檢查嘴巴有沒有破 檢查手腳有沒有 不正常的紅疹水泡 進去的時候 老師就看他手上 有小水泡紅疹 全校都很緊張 老師就說怎麼辦 怎麼又有一個疑似常病毒 就趕快聯絡家長說 叫趕快帶去醫院糾整 今天就先不能來學校 雖然量起來沒有發燒 就帶到小兒科就診 然後很多老師都很關心 有老師陪到醫院去等待就診 也有老師在幼稚園等待 因為他們會很擔心 是因為那個班上 已經有一個小朋友 有常病毒了 如果再一個的話就會 全班就要停課 一定得強停課 就一次一看就說 這個不是啦 這個不像常病毒 整個檢查就說 而且看小朋友很癢 就說你這個搞不好 老師去皮膚科是不是戒瘡 帶去皮膚科做檢查 然後老師們就鬆了一口氣 就通報說不是常病毒 那OK 他就帶去皮膚科就診 皮膚科一直很仔細的檢查 不但手有紅疹 而且連手指縫裡面都有 就跟他說 你這個應該就是戒瘡 戒瘡就是 那個戒蟲會在我們的皮膚裡 有時候會躲在我們的皮下 那它造成那種會 它會挖個隧道一樣 它爆成皮膚反應會很癢 然後很多很多顆的一些紅疹 他說你怎麼會有這種感染的可能性 家裡面沒有其他人也有 學校也都很OK 都沒有聽到 他爸爸是醫生 就我們的同事 我們在醫院其實很多 醫生都有這種經理 我們每天診治患者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有去機構看診 去病房看診 常常多很多有戒瘡的患者 所以只要有一床有戒瘡 醫務人員都會貼警告 結果你進去的時候隔離衣 洗手 都要很小心 那有時候真的是忘記 不知道哪一床有個戒瘡 那爸爸被感染到 爸爸抵抗力還好 爸爸說他那幾天 某某藥就OK了 可是戒瘡是會潛伏的 潛伏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所以隔了好多個禮拜 弟弟就突然出現了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在皮膚科實習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那個案例就是說 一個老煙槍的女生 他因為戒不掉 戒不掉之後 後來覺得奇怪 他臉都會很癢 很癢的話他會去抓 然後抓之後又有一些瘡 他到皮膚科去看會做一些治療 減敏的治療 好了 沒多久又出現了 後來那個皮膚科醫師發現說 他是比較少的案例 他對這個尼古丁 因為他手上會沾滿這些尼古丁的東西 其實是過敏 所以這個皮膚科醫師後來建議他說 沒關係以後 以後你要抽菸的時候 隔絕一下這些尼古丁 後來這個病患真的是有比較好 我下面這個案例 其實跟這個也有點相關 我門診有個病人的丈夫 就是當爸爸的人 他其實是個老煙槍 他一煙都從不離一口的 因為他家中有小孩已經出生 基本上抽菸的人 看到家裡面有小孩 都會跑去外面抽 但是家裡面如果說 小孩又開始哭的時候 通常老婆會說 阿娜達 趕快來處理一下 爸爸就會很緊張 就一煙趕快洗一洗 就直接去抱小孩 處理一下小孩 但是那個小孩 經過爸爸的照顧之後 其實就越來越容易咳嗽 咳嗽一直都不會好 不會好之後 就送到小兒科醫師那邊去看 小兒科醫師就告訴他說 你這個 因為我們測這些過敏人 其實也都找不到 我覺得搞不好 跟你的煙有關係 後來真的證明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會一直咳嗽 是因為爸爸一舉是接觸這個小朋友 爸爸煙也很難戒 媽媽又很想叫他戒 所以就變成說有點像 貓捉老鼠的遊戲 爸爸的主題曲就變成是味道 他身上都充滿煙的味道 可是媽媽等他一回家 馬上把他衣服抓起來聞 有沒有煙的味道 有沒有煙的味道 通常爸爸都會讓 煙的味道散掉之後才回來 要不然就噴香水 好啦 結果到最後變成媽媽覺得 奇怪怎麼換他一直在咳嗽 因為他可能看了我們節目 覺得長期咳嗽覺得不太妙 所以就跑來門診 問他其他的症狀 其實他還有一些眼睛癢 然後會流一些鼻水 基本上我們就會覺得 這比較像過敏的一些症狀 讓他去照一次光 讓他去做過敏源 其實也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所以後來的話 就發現說其實還是爸爸的三手煙 日本最近對這三手煙也很重視 就是說如果你有抽煙的話 基本上你要進到這個電梯裡面 其實你要相隔45分鐘 要不然他會開發 所以其實三手煙 二手煙 都滿嚴重的 其實煙味很難去掉 有人抽完煙 走進來都是煙味 對 對不對 衣服上也會 尤其這個手是泡不掉的 對 我很多病人都是說 我戒了 我戒了 但是你一聞就知道他有抽煙 其實有40%的病人 他抽煙他都很想把它戒掉 只是他自己沒有感覺 別人一聞就很重要 就跟喝酒的人我有嗎 就是9%的病人 但是最後只有4%的人 可以戒煙成功 但是如果你要把這個戒煙率 提高的話 就要靠我們這個家醫科醫師 因為他們戒煙門診 他有很多方式 可以提供給他去做戒煙 成功率可以提高到25%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 最好的戒煙方式就是 其實大家可能忽略到 以為只有抽的人 或者直接吸到你的二手煙 剛剛提到三手煙 因為你的抽煙會落成 落到你的身上 小朋友如果過來抱你的時候 他就會幫到 還有你的抽煙在你身上落成 可能在地板上也有 小朋友在地板 地毯也會有 甚至你的沙發上面也會有 所以我們常常利用這樣子 來拐誰戒煙呢 因為阿公最愛小孩 對 講20年 40年沒有用 孫子出來以後就戒了 所以有時候是一個毅力 所以我常常講 這最好的恐怕比貼片的效果還好 沒錯 就是生小孩 記得國家需要小孩 請大家介紹 而且還有一碗會結菸 就是當他有得到肺有病的時候 他就會害怕 沒錯 我有一個就是 也是身邊人影響到我自己 其實是因為我爸媽很愛我 因為女生其實很容易就是 手腳冰冷 然後所以我爸媽都會燙一些 熱湯或補品給我喝 然後他們都會說越燙越好 就是趕快燒滾了送他給我喝 所以我每次喝一喝 喝習慣我覺得應該沒事吧 但我有一次就是喝了熱湯以後 然後過一陣子 我會天天我的口腔 我就發現有一片黏膜 整個感覺掉下來 太燙了 對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喝 而且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要絞碎 因為他說他覺得我的口腔 都已經被灼傷 而且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就有照喉勁 然後發現我的喉嚨 就是那個身帶兩側都腫起來 然後他說你這樣子不對的吃東西 還有沒事就是 因為我入外檢的時候都很High 然後大喉大叫 然後導致我的喉嚨整個都腫脹 他說如果再不注意的話 可能就會長那個繭 我這邊有講一個是 我皮膚科門擠有遇到一個 三十幾歲的男生 來看皮膚癢 一般癢就是吃藥擦藥 控制其實不會太困難 但他就是時好時壞 晚上有時候抓到床單都是血 就是滿嚴重的癢的一個程度 有一天他來看的時候 他說醫生我有吃藥擦藥就好一點 沒吃沒擦 你們皮膚科都這樣 都會好 但是又不會完全好 你們就可以一直開藥一直看我 我說你這樣講也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至少你有差藥有好 然後他就說 醫生我這是癢的地方 還好我這個工作上面 我這個都是衣服遮得到的地方 比較不會被同事看到 不然同事都以為我生什麼胎溝的病 不敢跟我靠近 他我想說對 真的都是在 他的袖子 衣服 上衣 褲子 遮得到的地方 反而是這種手掌要露出來 或是脖子 臉上都沒有 我就問他說 你們家衣服的部分 就是最近洗衣服都是誰在洗 那一定是太太 他有結婚 是太太 其實我要鼓勵先生也要洗 那太太洗 然後我說 那你問一下太太洗衣服的狀況 是不是有 他現在用什麼洗衣機 有時候我們會多聊一兩句 先生說你等一下我問一下 打讓問 太太就有點嚇 要說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他說沒有 醫生就說我皮膚癢 看是不是有洗衣精 有沒有殘留或是怎麼樣 那太太說 其實也知道我 因為我們剛新婚 這個貸款壓力很大 所以他想說我幫你省錢 我就是最近幫你換了一個 比較便宜一點的洗衣精 然後後來我們一看 這工業用的 工業用洗衣精 難怪你先生那個皮膚癢 你本來為了要省那一點錢 想說就是讓他用便宜一點的洗衣 結果那個洗也洗不乾淨 還殘留 然後水也沒有用很多 一般我們水是不是要洗兩次 他想說那省省 電視都有加碼 用一次洗就可以了 所以他洗一次 所以又有殘留 所以他先生只要穿那個衣服 有一些殘留的洗衣精 沒洗乾淨 就一直抓 快把那個換掉就好了 這個有時候造成 致病的兇手 可能是你自己 或是你身邊的人 平常更注意到自己的健康安全 才不會讓兇手早上 謝謝大家 你是不是一曬到陽光 皮膚就會發紅發癢 甚至是起紅疹呢 要小心這是多行星的日光疹 其實這是一種陽光過敏的表現 平時如果我們要預防曬傷 或者是陽光過敏的話 有三個方法 第一可以補充維他命A B E 第二可以塗抹SPF30 PA兩個家的寬屏防曬產品 而且兩個小時可以補擦一次 第三可以配戴寬邊的帽子 袖套以及外套 做直接的保護 當我們在選用一些 防曬產品的時候 我們會看SPF以及PA系數 其實在我們選料這些 防曬的衣物的時候 也要注意有所謂的UPF系數 系數越高 它的保護效果是越好的喔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